第二次让计时机躺在这台上 我说金 你说杰鸡 咱们来 金 杰鸡 金 杰鸡 金 杰鸡 杰鸡 金 杰鸡 杰鸡 一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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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方便采用的是诱敌深入的一种方式 他这种后撤并不是我 你是我顶不住你是后撤 而是要引诱你往上扑的情况下 我寻找战机和时机 你看现在方便在主导这比赛 金 杰鸡 你上啊 不敢了吧 金 杰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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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我们觉得一个英秀的运动员 你可能以前打70 那么你升到80公斤级 就肯定是你的技术的灵活性比以前下降 这是一方面 虽然你力量增强了 但是你还会失去的许多 这时候方便不要大意 你当你一旦放松的时候 金 杰鸡就扑上来了 我们看到韩国的美少女们是非常会看比赛 漂亮漂亮 这是迎击拳后迎击拳 非常的漂亮 你们想到了吗 中国的战神方便 在韩国的十五 在这列台上 尽管金 杰鸡还能够继续比赛 但是胜利地方一定是方便 继续进攻继续进攻 不给他喘一个机会 他还能站得住吗 金 杰鸡 你还能站得住吗 结束了 结束了 金 杰鸡还没低下他的头五 他还想继续战斗 我们的战神方面在等待着你 来吧 观众朋友们 现在您看到这是武林峰 走进首尔 中韩对抗赛 男子八十公斤的比赛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 战神方便 第二次 第二次 让金 杰鸡躺在这台上 这一次 你不会再站起来了 韩国首尔 续写了他不败的神话